可是这样还没结束 你会发现有这个之后才可以叫住他 但是你这个时候如果要去执行这个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我们刚刚什么 这个GD01底线Chart是我们刚刚产生的 那这个有点像什么 我们刚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婴儿诞生的 一个小朋友诞生的 但是你没有去报户口的话 那当然户证不承认的话 那表示不存在 不存在的话能不能去叫出那个 就是这个就有点像幽灵人口了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把这个再登记在哪里呢 登记在这里面 也就是说在manifest里面要登记这个存在 那怎么登记 直接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在这边会出现 我看应该是在application 这个底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预设的话呢 我这边先remote掉 因为预设是没有的 预设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预设词里面 manifest里面呢 只会登记原来这一个 也就原来这一个会存在 可是呢 如果你又出生了一个小朋友的话 你没有去登记就不会存在的 那怎么登记 其实非常简单 这边有个add嘛 那你可以怎样 直接在这个地方add一下 他会问你说你要add什么东西呢 请你选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 add一个什么呢 新的attivity按确定 然后呢 右边有一个browse 你去找到 他会去搜寻 有两个让你选 哪一个呢 这个有没有 按确定 确定之后要套用呢 旁边没有套用 你直接点这个activity一下 点一下 特别注意哦 这样子才完成建立activity的动作 所以其实还有点琐碎 但是掌握要诀 应该就很快可以做出来 我想我再把重点提一下 按右键 新建议什么 类别 类别里面呢 把这个负类别改成activity 按确定之后的话 在这边按右键 置换实作方法 按create 接着 然后在底下加一行 就可以把这个view给叫出来了 不过还没结束哦 你会发现 光要把view叫出来 原来是这么遥远一条路 OK 不过 这是他的规则没办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哦 那相关的画面 还有sauce呢 在那个 云端上也有了 只是说我把整个流程 跟各位解析一下 不过的话有些书 直接给你一大把的程式嘛 你根本你也不知道奇怪 它uncreate怎么自己就有了 其实不是自己就有了 你可以透过eclipse 自动帮你产生一些东西 你剩下的东西 自己再把它加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eclipse实际上是一个很自动化的工具 很多东西就是叫你不要用背的 没有人要你背 因为它会自动帮你产生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